迎着零下两度的寒冷天气 北京东郊殡仪馆车辆大排长龙 家属不耐久后纷纷下车询问还要排多久 船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守在栅栏前 等待里头空出一位再放一辆车进入 还得忙着跟家属解释 平常下午五点就关门的殡仪馆 这两天因为消化不完改成24小时运作 藏医社人员告诉我们里头的冰柜全满 八个火化炉全开 这些的冰库还有的什么 没有了 那那那那那那进去的像烧 那怎么办 现在不行放地下吧 医院的死者还能确认是否为确诊者 但家里过世者比较棘手 你躲在家里边躲那个拉去都不去 为什么 他怕你是摇的呀 你就穿防护服啊 防护服也怕 你们也怕感染 所以都没有人敢去了啊 除此之外由于北京的殡仪馆很多工作人员也确诊导致人力严重短缺 加上政府要求确诊的死者要尽速火化 难怪北京的殡仪馆只能展开全天候处理 根据了解光12月11号当天 北京打120救护车的人数3.1万人次比平时多了6倍 这些都给医疗和殡葬业带来极大的负担 TVBS新闻陈旭毅 陈向如 北京报道